一项冰冻挑战活动让健动症群体逐渐被全世界熟知 健动症全称肌萎缩性厕所樱花症 是一种神经褪形性疾病 患病者会面临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 以致瘫痪 似乎身体被逐渐冻住一斑 但在整个病程中 他们会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和良好的皮肤感觉能力 尽管健动症是个罕见病 但健动人群体似乎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 宇宙之王霍金 抗疫英雄张定宇 京东前副总裁蔡磊 这些ALS患者的人生经历 让我们对这一疾病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蔡磊出生于五六线城市 从小就明白苦大仇深 唯有靠自己的勤学苦读才能改变人生命运 他从五年级开始 每天四五点就起床 不思辛苦地跑步 打拳 背英语 全力追求知识和进步 他高中时成绩优异 大学时更是学霸 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外星人 毕业后 蔡磊进入机关单位工作 后来以全国前三的成绩 考取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的工费研究生 成为职业经理人的生涯 由此展开 他的职业生涯表现出色 但他的追求并不止于此 2011年年底蔡磊加入京东 成为一名互联网老兵 他不仅在公司工作出色 而且利用业余时间连续创业 不断为公司开拓新的价值 在他的努力下 京东成功推出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 为公司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成本 更将电子发票成功推广到各行各业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却在2019年9月30号到来 蔡磊被确诊为见动症患者 面对这个世界五大绝症之首 蔡磊的生活仿佛被劈成了两段 但他并没有绝望 他用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面对病魔 坚信一切要靠自己打拼 蔡磊并没有选择安逸地享受剩余的时光 他深知自己的使命 帮助其他见动症患者和推动该疾病的研究和治疗 他充分发挥互联网经验和影响力 迅速搭建了世界上最大的 见动症患者大数据平台 聚集了上万名见动症患者 并广泛链接医生、科学家、药企和投资人 他整个人都投入了见动症治疗和研究中 筹集研究基金 设立动物实验基地 推动药物研发和临床实验 就像他所说的 只要这事值得做 我就要去做 他宣誓打光最后一颗子弹 将遗体捐献给科研 为见动症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他不顾病体劳累 开启了破屏驿站直播间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有信念和坚持 就能骑自行车上月球 攻克看似无解的难题 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了蔡蕾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希望世人如何评价自己 他说自己都没有生命了 怎么评价我已经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希望把我不放弃的 抗争精神传承下去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 蔡蕾用坚持和奉献 演绎着生命的壮力 他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 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 无限可能性和伟大的力量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面对逆境时 只要坚持相信 就能创造奇迹 他的影响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勇敢追逐梦想 坚定迈向成功的道路 蔡蕾的故事将永远成为 励志的篇章 激励人们相信 只要心怀信念 就能在生命的舞台上 创造不朽的传奇